什麼樣子呢? BATCHER ALFORD 移送優惠 反了反了反了 好的一批一批的名字反了 我們現在直播台看到一批是反的 好現在已經調換過來了 一批十六才的VS我們的二批 這是一個飛行道具VS基本技的對決 基本技是十六頁這一批 我覺得這對決其實不太好的 十六頁不太好的 對 雙方都在非常猛烈的在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 開到連段了 這個動作的密實率太高了 感覺就像做了一堆假動作一樣 雖然是藍看伯但是對方沒有瘦身 一個精湛的逃脫還塞到了一個大絕 就是起身電影 你到底一天要起身幾次電影才高興 這不是玩家的特性 畢邊帶來一個combo 開始進入瑞秋回合 起身完全不想要膽直接中了一個南瓜 這個折射很難看 雖然說主公司不應該給玩家提示 不過其實瑞秋在進入畢邊瑞秋的回合的時候 所以當你的combo被帶 被瑞秋帶一個combo 你看到青蛙已經在你腳下 如果你選擇原地受身的情況下 而且瑞秋已經跳到第一空 那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應該去做任何的跳或是凹的動作 因為他是有辦法十足的炸西飛你 而且也有辦法說在你想要拗摔或是拗任何無敵技 他是有辦法防範你並且打回去 再帶入同樣的combo 對所以如果你看到瑞秋他帶完最後結尾combo丟了一隻青蛙 像現在這種情況你就可以 好你看他拗到了 但是如果你是看到他是3C結尾丟一隻青蛙 而且南瓜他有丟一隻低空南瓜的話 那種情況下你做什麼事情就不對了 其實他擋一波是最實際的結 好打了 可以 喔有 有了 會大嗎 有嗎 沒錯像剛剛這種情況下就還是可以跳 因為沒有南瓜 沒有南瓜他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的去壓制你 並且自己可以反運 對 這種打瑞秋的時候這種觀念要非常的重要 他不是屬於一種說你看他幹嘛再去反應就可以的角色 喔又是電衣 而是屬於你要去理解他的設置的角色 你覺得行 像這種情況就不能了 這種情況就非常的不能動 南瓜是一種內修非常噁心的強迫壓制手段 現在第一個大廠給我們的命判拿下 呃 有人說我是不是噴掉 對我敵人是噴掉 我剛剛輸給SRS那個熱帶迷人 有人嗎 我看這個ID這個是老馬 我們那個好像骨折的老馬 對因為摔成骨折 老馬你在看直播 老馬你有沒有進醫院 你如果進醫院我就不播啦 我要去看你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霸其實有點太早 他瑞秋這種角色霸太早用 不是什麼好事情 因為你的霸如果沒有 你又沒有辦法在接下來的力圍中奪得50%氣的話 瑞秋就會把他所有的風耗下去 然後跟你打角落的 一次要把你一波帶走的意思 對 因為他的南瓜是連酒吧都有幫我反的 對 沒錯 現在進入瑞秋回合的節奏 做什麼事情或不對阿 非常的討厭 好爽中斷 真的 打瑞秋的時候 霸先用掉就 不是什麼好事情 阿 完全線的瑞秋回合阿 對 那中斷是看不到 只能用猜的 其實瑞秋的多折 雖然說是用拆的 不過有一定的節奏可以去拆 比較大的問題是 你沒有辦法做任何的反抗 Hole跟98都不是很實際的對換他的官司 所以打瑞秋 其實除了著重於起身的壓制該怎麼辦以外 最重要的是力回阿 打他這個角色真的最重要的是力回 你力回犯的失誤越少 你就越不容易進入瑞秋回合 像這種中場這種之後 其實還不算進入瑞秋回合 他是一個會引導你去角落的角色 糟糕進殘阿 又選擇直接BUT掉 這個真的是該BUT了 SRX要贏嗎 SRX怎麼到哪邊贏到哪邊 那真的很慢欸 最後Compah到彎 到彎有機會 啊 兔子跳背兩包 可惜啊 連斷沒有帶 為什麼要放過一個機會給他呢 在一波 像中段與下段的互換之中 還是把這個燈拿下來了 這遊戲的combo穩定度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combo穩定度越高 你的勝率就會相對的提高 這是一個很 不需要去解釋為什麼的道理 我們是有點 打得非常的 怎麼講 主動 來了 我在聽50人在講什麼 可是我剛剛沒有直播任何的話 喔 哲學解除成就 在比賽中解除成就 現在來到1比1 我們使用茶在我安靜的過程中拿下一個大展 好 現在是最後一場 真的嗎 攻擊 猛咖啡 貓ch 貓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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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現在是越人非常積極的 因為有機會的把mipa等個角落 department 石獣的d one 豬豬已經集滿了 噢 石獣打的非常積極 因為他把瑞秋的Bug給逼掉的時候 採取非常積極的進攻 並且所有人進入他的節奏 為什麼接了一個同地補身讓瑞秋受傷呢 糟糕 給了對手一個機會受傷 還好是在場中不會進入瑞秋為何 但是又被壓制一套 這個980機還不錯喔 雖然說我不確定是怕自己的判斷 但這個980機正很好 因為他是在瑞秋生一格風的時候把他98掉 你在這個時候反擊很好 因為瑞秋只生一格風的話 他接下來能做的事情不多 你就有機會去積極的壓制他 像是花系RC過去 出一個突進機的時候就RC 所以剛剛那個980非常的好 這個摔有點偷 得誠了 得誠的時候就是成功 得誠就是很好的判斷 如果沒有得誠那個摔就是不好的判斷 所以他進入瑞秋的回合 好 紙摔沒有解 看著螢幕發呆 有點可惜阿 這個紙摔如果解掉了應該就可以超過這一波 瑞秋的狀況非常的好 三格風配青花 開OD也是逃不走的 這個剛剛我有提示過 有點可惜阿 瑞秋這個是 角落瑞秋 基本上他可以防範你任何的東西 所以真的是乖乖的擋好吧 好 好 最後一個燈阿 來到最後一個燈 我們瑞秋稍微有點有利喔 因為他的OD值是滿的 我們12的OD值現在只有三分之一 在這一回合裡面如果沒有撐超過20秒 可能是沒有辦法發動的 那你對決的關鍵在於 雙方立為Poke能力 對 就跟RO一樣 你Poke得到的比較多 你對線就會贏的 就跟打RO的感覺是一樣的 喔 他把 對他把他的霸用掉 如果拿打RO來解釋的話 就好像反一下閃線B掉一樣 好 現在16 16月回 一個電影 我們MIPA非常拿手電影電人的時機阿 今天好像幾乎他剛剛電影全部都有中 這個血 這個血這很痛 阿可惜可惜 放過了一個嗆死 不要緊張 好 我們雙方 雙方 雙方因為 手都在失誤的關係 所以剛剛兩個人對看了兩秒 你換我 我換你 有點緊張 所以就選擇集大風的原因 我也不太懂阿 兩格風選擇吹大絕 是為了保持自己的安全奈勢嗎 這個 只有我本人才知道 不過這個吹大風 確實帶了一點優勢 16月的霸被逼出來了 又再吹了一次大風 喔 進入了嗎 沒有沒有進入 剛剛的combo沒有帶到 喔 一個一個 上坎命是嚇死人了 糟糕 這個 這個看起來是要進入瑞修 阿 上面又沒有帶到兩邊 怎麼一直在失誤阿 這個到底有沒有被看穿 被看穿阿 瑞修開OD 又再開 糟糕 啊 後面還有一隻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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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CS也這樣死過耶 哈哈哈哈 46 這隻牛 這隻牛